好害怕 隔了好几公尺 还能清楚听见爆炸声 路过民众吓傻 嘴里频频喊着 好可怕 整间城房被恶火吞噬 火势难以控制 里头员工发现火警 仓皇跑出来 捧了一声 这捧了一声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只是躲到旁边去啊 你们那时候就知道是爆炸吗 对啊 知道爆炸啊 虽然已经平安逃出来 但惊恐神情还挂在脸上 内心恐惧无法立刻消除 工厂外一片狼藉 布局有青钢架杂物散落一地 还有不少员工被碎玻璃割伤 都碎掉了 所以波及到 类似气泡这样 我们后面那边类似气泡 直接那个 玻璃都正 青钢架直接倒下来 全部倒下来 身上都这样 爆炸威力之大 甚至还有人从二楼掉下来 我从二楼掉下来 现在扭伤了 扭伤了 抢伤了 冷下 冷下 再去医院 上百万伤者坐在地上 等着要送一治疗 但是人数太多 医疗人员一度 不堪负荷 工厂堆放大量易燃物 导致火势不断延烧 加上疑似有天然气 燃烧一整夜还没被完全扑灭 内部温度甚至高达一千度 厂房爆炸金魂叶 让锦绍和员工度过最难熬的一晚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